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情节尾 今次我就会用这部Sonic Xperia 5 Part 4 的手机 拍照拍片之外 也会示范如何拍摄社交媒体的影片 Let's go 介绍这部Sonic Xperia 5 Part 4 的手机 影响有1200万像素 拍片最高4K 120 格 采用赛斯光合高分质镜头 机身后置三个镜头分别是 16mm 2.2 光圈超广角镜 用了2.5分1寸 sensor 24mm 1.7 光圈广角镜 用了1.7分1寸 sensor 和60mm 2.4 光圈軟摄镜 用了3.5分1寸 sensor 镜头加了塞斯T星度膜 有效减少反射光 令到拍出来的画面对比度 是会更好的 这代Xperia 5 都是用了6.1寸 Full HD HD OLED屏幕 更新率有120Hz 光度比起上一代光了50% 另外电量增加到5000mAh 以及新加了QI无线充电 要长时间使用都更加方便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施堡城Leeson 是香港花式足球运动员 HELLO 施生 你好 HELLO 程长 你好 HELLO 程长 你好 你当时在西人赛街表演 我也有看过 竟然 有20年前 差不多 差不多 几年而已 你怀不怀念当时在那边表演 没有特别 但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跟人互动 因为那时常常会有比赛 做得多表演 面对得多人的时候 到你上台的时候 效果会更加好 想用慢镜的拍摄手法 去捕捉速度快的动作画面 这部Sonic Xperia 5 Mark IV的手机就适合了 可以拍到4K120格 5倍的慢镜 和沙漠镜头都拍到了 你当时真的只有一个人 是啊 因为那时没钱请教练 就上网去看怎么学踢球 原来你在练习一些很普通的技巧 已经有人用一套花式做一个表演 很想像他这么赢 真的去接触这件事 但现在你的全职就是 我主要做表演比较独习 接一些学校或者一些私人的 花式足球班 不是很多次 真的看到有些小孩 又不知道这是什么 去到喜欢玩 阿sir这早上怎么做 去到做到 那一刻成功感 他拿了很多鼓励 很多自信心 其实你在帮他们 小孩给他开心之外 还要让他开晓 你让他做到一件事成功 之后他很多事都会成功 拍摄移动的主体 对焦快和准确是很重要的 这部Sonic Xperia 5 Mark IV的对焦功能都提升了 三个镜头都能做到人和动物 辨布及眼睛对焦 和Real Time Tracking追焦 对焦速度快和准 拍照拍片就变得更容易 其实也有一个使命 你想给更多人知道 其实真的会有使命感在里面 你要一件事没有了很容易 现在那批不玩就没有了 直到有一个人又跑出来自己学 既然有他的价值 有他的乐趣 如何进一步令到这件事 不要绝肿 想捕捉到最佳的动作画面 可以用连拍的功能 那这部Sonic Xperia 5 Mark IV的手机 最高连拍是每秒20张 最重要是三个镜头都可以支援HDR的高速连拍 那一会儿你跟我跳一百次 跳一百次就行了 好 我终于可以将平时摄影师组织我 组织回去了 3 2 1 平时练习都会练一下球 练一些难度的转 没有一些很原创性是赢不到的 练一招很容易 但你要原创一招是很难的 去到外国比赛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香港 运动员是有Style的 在一个世界的水平上面 还有很多人都很害怕 听到这些时候 其实自己的努力付出了是有收获的 其实香港是应该发展一下这个温度 因为首先足球的成本不畏高 地方又不用说很大 政府大家都支持 做运动员的生涯是很难熬的 这样 好吧 记得值得 现今拍片放在社交媒体 是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特别拍摄直到短片 例如YouTube Shorts和IG Reels 因为能够想到的观众更多 拍摄YouTube Shorts和IG Reels的影片 要吸引观众去看 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加入播场的拍摄手法 另外也可以运用这部 Xperia 5 Mark IV的手机 5倍慢镜拍摄 就可以增加画面的吸引力 踢几下这样 走到你的头上 然后转着观镜 今次的直到短片的拍摄示范 我总共拍了四段 事前要想好每个画面的分镜 每一段视频的拍摄的时候 要配合步幅 尽量保持稳定 要想清楚每一镜的过场 转接下一镜 是不是自然和上场 不如把球放下来 3 4 扔回来更好 好 行 好 开始 上 这个是完美的 就是这个 用Sonic Xperia 5 Mark IV的手机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Sonic Xperia 5 Mark IV手机内置的 Photo Pro和Video Pro 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手动调节 快门和ISO 拍摄也可以用RAW的档案做记录 和相机操作都非常相似 有时拍摄的时候 用手动曝光会比起 用自动曝光更加方便 画面的曝光和色温都会更稳定 平时大家工作都比较繁忙 有时我帮荣仔拍照都想轻松一下 用手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Sonic Xperia 5 Mark IV手机 除了可以给到相机操作的感觉之外 三个镜头的招具都可以应付一般的拍摄 在这里 是 好 来来来 看出来 看出来 这代Xperia 5的浅脂镜头 升级了 用了2.9分一吋感觉 拍照有1200万像素 拍片最高4K25格 焦距是24mm感觉 光圈是容易 适合用来拍Vlog 和可以经Video Pro 即时开Live 有什么心事想和粉丝互动一下 就更加方便了 开Live的时候想拍出背景看得多些 又或者想让粉丝看到自己的身体再多些 可以专用16mm超感觉镜头去拍摄 加上Sony这个专用的Ford monitor 和无线蓝牙手柄自拍的时候 看得清楚之余想随时拍摄相机 单手就搞定了 站好点看一看 先说明 先说明一下吧 如果脱了 情长给3 2 嘩 好认真啊 看看有没有事 可不可以放下 真东西来的 我自己就很喜欢用轻便的器材去拍摄 手机当然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这部Sony Xperia 5M4的手机 拍摄功能都全面的 无论用来拍照拍Vlog 社交媒体短片创作都适合 现在有这么方便的器材 大家就可以放多点时间 在创作内容方面 好认识吧 情绪我和你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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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ssu 是帥哥